看看新闻榜 可是前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被他们忘得一干二净 于是两人只好携手追寻真相 为了营造夸张的戏剧效果 剧组专门邀请了许多特性演员参演 很萌很天真的洋驼 就是其中最拉风的一个 说你们的宠物偷吃人的苹果 今天发型好像一个 我们戏里面的另外一位主角 草里马 草里马没错啊 干嘛 我练得很丢准的 如果导演练就有点危险 我觉得宇文乐说这个时候 真的是一点口音都没有 就特别是小丽马 很像草里马 但我为什么没那么巧 有一些 宇文乐的发型与羊驼究竟像不像 拉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小的 小的没问题 可是这生活在海拔四千米的羊驼 这只羊驼才上了半米高的舞台 就有些怯场了 瞧 这只羊驼死死地趴在了台中央 任凭工作人员怎么拉扯逗弄 都是一副我自窥然不动的模样 害得晕乐不得不蹲在地上 以求合影一张 就当所有人围着羊驼转悠时 张静出抱着一只灰猫又回到了镜头前 但不知道是怕声还是怕闪光灯 小猫一上场就抓破了张静出的胳膊 把众人吓出一身冷汗 好危险 不行 我觉得静出不能抱这只猫了 或者我们要不然让 对 让导演来抱吧 或者 或者彭导穿的比较多 就是让他来抱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对 因为刚才静出的胳膊 已经被猫给抓伤了 这个照片 虽然被猫抓伤 不过这全然不影响张静出当天的好心情 在接受娱乐新天地专访时 张静出就向我们透露 虽然电影讲的是宿醉的故事 不过在拍摄过程中 他们可从来都是非常节制的 谢谢 谢谢 因为我们转站了很多地方 然后就一路上都是醉了的嘛 什么都不记得 那没有喝酒 就是有一场戏 有个戳开啤酒的可能喝了一点点 因为你要看到那个戳开啤酒喝 其他都没有喝酒 因为喝完酒就不能拍了 还困了 该回去睡了 娱乐新天地 蔡仪北京报道